SUN AND GOOD AND SONSUN AND GOOD OK 今天呢大雄呢要來開箱 聖誕節快樂DIY 因為是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沒有錯 所以呢大雄就打算來做一個薑餅屋啦 因為每一次呢看外國的電影呢都有一些什麼 薑餅屋啊 薑餅人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大雄就決定買一盒來做做看 這個是在那個 大雄去光愛買的時候看到的 我就覺得 薑餅屋欸 這輩子船沒做過的薑餅屋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這個好像是外包裝吧 首先是外包裝 然後裡面有聖誕老人的裝飾 還有這個草圈 這個應該是底座 底座 然後還有 餅乾 最重要的餅乾 薑餅屋的餅乾 還有一包 要吃嗎 糖粉 然後裡面還附了 奇怪的糖糖 大雄呢其實因為 為了要一開始就要先準備好工具 這樣避免說 我這個 臨時搭建的攝影棚 很難去搞出這些東西 因為我現在已經出不難行 其實這裡呢是大雄平常拍 影片的空間 然後 這個是電腦椅 然後這個是我的棉被 好不容易就是想辦法擠出的空間 這裡呢 是我平常放東西的地方 所以呢大雄就已經先準備好東西 避免說等一下還要再跑來跑去 筷子 紙巾 記得要做食物類的東西呢 最好先準備好紙巾 以免說發生了悲劇 或隨時要準備插手的時候 玩 大雄忘記放回去的量杯 軟糖 大雄最重要的軟糖 要把它做裝飾 MNS 巧克力 最好最棒的節日 當然就是要當上 最棒的巧克力啦 沒有錯 然後今天呢 小白也會陪著我們一起製作 那首先呢 第一個步驟呢 先把 糖霜做好吧 大概 啊對 他有說要準備一個東西 可以食用的水 Water 萬事俱備 現在呢先把 糖粉呢 給 應該算糖霜吧糖粉 把糖霜呢 給做好 他說先 糖粉到一半 好像在做什麼魔法藥劑之類的東西 粉先倒一半 這大概一半 沒關係 然後他說水大概 13到15 他給的這個量杯有到30 沒關係 我們就照他指示做吧 那我先倒15好了 他竟然都寫13到15 OK 現在大概是15 倒下去 這很變糖 這很香香的感覺 那我們就開始攪拌他吧 我已經在拿湯匙來攪拌了 這筷子根本不可能攪拌開啊 這筷子太難攪拌算了 反正我就是 照他寫的嘛 我們就來做做看啊 倒完了 因為呢 這個空間呢 大雄是想先把它擠出來 所以熱熱桶呢 全部都在旁邊了 所以大雄也都沒倒熱熱桶了 好的 因為頭髮太礙事 所以大雄決定把頭髮夾成這樣 最後攪拌我會變這樣 像醬糊一樣 麻糬 那應該就可以了吧 然後 他剛剛寫說把它加入了什麼 擠花袋 他寫說電動的攪拌10分鐘 所以手動也要攪拌久一點 對不對 不管都可以我都決定我要結束了 好累啊 我覺得我是不是有點悲劇啊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都可以倒下去嗎 用到的 好噁喔 這也啥 隔到手了啦 媽的咧 我覺得我應該快成功了 阿咧 登登 我的糖霜 聰明死了 這個孩子怎麼會這麼聰明啊 打個結 完美 好 接下來我們該做什麼 他是說先鋪底板 好底板 好那我們就把它剪開吧 有點營養口糧的味道 我是不是應該買一些營養口糧 我就可以煮一間房子了 其實 大大的餅乾 這是底板 我沒有完全打算照著他的步驟錯了 我只是想了解他的東西大概是哪些 然後我就要自己想辦法做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照他的步驟錯一定很無聊 咱們先來看一下這些東西到底有哪些Size吧 首先呢 我覺得應該是要 有點絕望 我覺得想一想我好像只能夠照著他的步驟錯了 因為 東西好少好無聊 沒關係我還是可以腦力激盪一下 我沒玩過耶 真的會黏得住嗎 看起來有夠北漆的 真的黏得住嗎 我對目前的步驟充滿了疑慮 他放上去了 可是他沒有要黏住的意思啊 這是認真的嗎 他沒有要黏住的意思啊 先擠完再放上去之類的 屁勒 他的人生規劃感覺好像就是沒有要黏住啊 那家糖霜真的他媽的難擠 嗯 沒關係我覺得可以 接下來只要把大片的放上去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撐住了 啊啊啊 我只要趁現在 把它擠上去之後 黏起來看就沒問題了 對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幾核式的小屋好了 這裡呢我決定再黏個 一層的餅乾 讓他變得很漂亮 外國人那種擠糖霜很美的方式 到底是怎麼擠的 怎麼可以那麼厲害 你看像這樣 完美 然後呢 下一步呢我打算這樣 讓他變成一個像樓中樓的概念 那來來來來 我的家 迎湯就來去家 這間家的生日什麼小款 沒關係 換錢到沒了也是要把他吃好餅 耶 嗯 好算 下一步嘛 我想大概就是 難怪他會給那麼多糖霜耶 好好玩啊 我可以擠很多東西耶 可以亂玩耶 這樣子 對不對 好像很美可以 那會阿 這個呢就是屋頂 腳好痠喔 屋頂好難喔 他一直在倒 我是不是應該快點把 另外兩片放上來 好我們速戰術決把 屋頂糖漿擠上去 然後快點把屋頂黏好 這樣他就不會倒了 你有沒有現在不管補了多少糖漿 他依然在倒那 那就可以了吧 等一下不要一直倒啦,你很拍康餒 這樣這麼拍到點是不是 拜託 我超強的好不好 順便黏黏 水噹噹 OK,完美 完美的 房子 蓋得快好了 最後呢,再把糖霜的這樣 裝置上去 不行,我這樣糖霜用一用 我就沒辦法做很多的裝飾 這個這樣老的應該是直接放上去就好了吧 就是這樣 屁的耶,它裡面 剩下的空間根本不夠放那麼厲害的 東西啊 不要剩下腦了 反正它長那麼醜 首先是下雪 不行,好醜,我到底在幹嘛 下雪的感覺是不是應該 波浪狀的 我的波浪狀真的是他媽的有夠醜 喔,有一點耶 更波一點會更厲害 然後這樣 很波 這樣波的感覺就對了 天吶,根本就坎西的天才啊 這樣坎西就可以很波了 完美 神經屋早上都被什麼 神秘遺體給噴射過一樣 有沒有很漂亮 水啦 反正只要有不規則狀的那個波浪 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很美啊,我覺得可以啦 像這樣 水 糖霜達人耶我 喔 超高的啦 哇 喔 買對了買對了 這東西 對於藝術感極佳的我來說 簡單 我們現在來裝飾好不好 我覺得裝飾應該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星星就是該放在屋 嗚 瞬間就變美耶 腳真的好酸啊 而且還不夠變美 所以我才會準備了這個 這才是變美的關鍵 小熊軟糖 有小熊哪裡都會變得超美好嗎 OMG 有小熊 美 把它做成屋頂 好聰明喔 太可愛了吧 哇 這裡有個小洞耶 我黏一隻進去好了 哇 超可愛 好,沒關係 你們看不到 因為後面太小了 那我繼續做 那我是難住耶 這樣應該不用黏 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吧 好喔 反正剩下水不能吃啊 而且我覺得它上面那個粉粉的 看起來好髒喔 感覺你有毒 EMINENCE 嗯,再有一顆破掉的 EMINENT就是好吃 我媽在跟我說 所以說EMINENCE的大小 正好適合拿來做什麼 迷路大便 應該黏在旁邊吧 EMINENCE黏在邊邊好適合 好可愛喔 沒有工商啦 我只是純粹自己 超愛吃EMINENCE 雖然說EMINENCE也可以找我打廣告啦 因為之前在那什麼 機票的時候 我也常常寄去抽獎 然後後來好是都有賣的時候 真的是買爆 好好吃喔 一整罐超爽 然後我現在又拿這個來裝飾 OMG EMINENCE 粉絲 EMINENCE 哇,我要黏滿EMINENCE 好可愛喔 我黏好了 我黏了超多EMINENCE上去的 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我做得很美啊 沒毛病,沒毛病 好像玩膩了 好快喔 好快就玩膩了 有點無聊 這種東西這麼簡單 變得超無聊的 怎麼這樣 算了,我還是得繼續把它弄完嘛 畢竟都已經要玩了對不對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D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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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有準備另外一個耶 小熊軟糖的 可口可樂 靠 你看誰叫沾冰霧放可樂啊 超棒 聖誕節一定要喝可樂的啊 雖然不管什麼節日 可樂都很重要啊 最後兩個 他有那麼多耶 好吧 那我就進我所能的裝飾好了 就是這樣子 我的聖誕 小巫完成了 太棒了 好像不符合我的期待 可是我也覺得他很美 聖誕快樂 今天是臨時搭這個 很破爛的攝影棚啦 所以 不要在意 那 大神確實把聖誕這個完成了 你有做聖誕節的那個薑餅小巫嗎 我 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覺得我成功的還不錯啊 而且我其實很有藝術天分 我覺得做得很美 漂亮 Beauty Ho OK的 那大家聖誕快樂 然後如果你啊 有什麼 製作薑餅屋的 心得啊 或者是你之前也有玩過啊 然後想跟大熊聊聊或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如果因為下面留言呢 不能夠發圖片的話呢 你也可以發圖片到我的 Facebook的粉絲專頁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哦 那有什麼想跟大熊說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 掰咪 聖誕快樂 嗯